歡迎收看威機頭條 我是吳俊儀大宇 與你一起看時事 為蠟燭香港聚焦中國 放眼世界的全部事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今集的嘉賓 名外專訊學院 人民及語言學院 合席助理教授 鄭國均博士 Hello 我是Treyman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律師 Hello 大家好 資深傳媒人陸元華先生 各位好 我是陸蘇 在節目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威機TV 最緊要最緊要 就是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中國新任的駐美大使秦剛 最近在美中關係的 全國委員會的董事會裏面 發表了一個演講 他用三個美國有些人認為 來否定拜登的對話政策 他說有些人認為 中國在賭美國輸 想取代美國 有些人認為 可以從實力的角度 跟中國打交道 最終美國會勝出這場新冷戰 最後他講 有些美國人認為 美中關係或美中的合作 會越來越窄 陸蘇 我想問一下 對於今次秦剛所作的演講 有甚麼看法 三點內容 我大部份都贊同 一部份內容方面 譬如說美國精英階層 誤判 在這方面來說 我覺得不只是誤判 是刻意的誤判 這個幕後的誰是造成這個推手 大家都忽然如願 應該就是美國政府 還有美國的利益集團 這個利益集團是保守集團 是相當相當保守的 老師可否跟觀眾 來講一下中美之間對抗的情況 到最近 可以這樣說 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 就是對抗 關係越來越惡化 特別是特朗普的執政了 上任之後 美中關係的關係是更加差的 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那種對抗 在我眼中出現了一種規律 是它的頻率很高 節奏很快 題目很多 可以說一個題目 節奏一個題目 你想想想 由香港 新疆 人權 涉及疫情 到中國政治制度 甚至到南海問題 可以說在近幾年 可以說每一段時間 就出現一個問題 有些問題都未解決到 接著另一個問題又產生 而且是刻意有時間性的 安排 每一個問題 是某一個時間出來的 可以看到 在這個方面 美國對抗 完全採取了攻勢 中國現在在某程度上 除非來說只是採取防守 然後進行反擊 陳剛大使在演講最尾 都說到 中美雙方要跟他們國家元首 在隨即時的對話 希望重建有關的對話機制 就是以往是有的 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中美關係以往的關係是如何的 九十年代有幾件大事發生的 其中一件很大件事就是 我們中國加入世貿 其實在這段時期中間 美國對於我們中國加入世貿這件事來講 它是有提供過一些幫助 甚至乎如果我們看回 就是當時的中國是由經濟的改革開放 一直這樣做 已經去到一個相當的階段 然後中國已經要進入下一步就是入世 因為加入世貿是讓我們中國可以跟那個世界 無論在貿易上或者各方面都是接軌 這個對於我們中國的進步來講是非常之重要 那當時的美國其實當然都有人是對我們中國 都是有相當的敵意 但是都是克服了這些的敵意 美國最後都是願意幫助我們 就是在入世這件事來講都是樂見其成 我們講一個例子就是如果大家對美國的歷史有些認知 就一定聽過美國有位前財長就叫Henry Paulson 這個叫保爾森 Paulson這個人究竟是甚麼人來的呢 其實他未做美國財長之前 他是高盛的額頭來的 Golman Sachs的額頭 為甚麼我今天要預備這個資料跟大家去講呢 因為他身上就體現了中國和美國曾經有個相當多的合作 而體現到那個之間的關係 當時話說其實當Polson擔任高盛的頭的時候 他就被當時的我們中國的邀請去到中國 就是處理一個任務首先就是處理一個任務 就是當時我們自己中國就有一些國企 其中有一間的國企叫窗口公司叫越海集團 其實當時是甚麼事呢 就是因為中國已經經歷了早期的改革 經濟改革開放取得一定的成功 但是也同時間發現有某一些企業 包括這間越海就發現了很多的壞將借貸 包括可能曾經是透過一些非法途徑去做到一些借貸 可能有些群帶關係衍生一些借貸等等 還牽涉了一些外資在裡面 這間公司是因為他自己自身的種種的問題 而產生到這間公司的外壞將 是直接去到一個天文數字 最後我們國家就是朱鎔基總理當時 帶領他的團隊就是要處理這個越海集團 因為第一他要告訴我們全中國人民 如果有這些企業不跟規矩的話 就必須要狠狠地去處理 要確保我們要建立一個制度 要處理到這些相關的問題 朱鎔基當時就是找了高盛的Polson 來到中國協助處理這個清理債務問題 當時他也看盡高盛作為美國首屈一指的投資銀行 而他們不單止有經驗 在商界的脈絡也非常深 而由他如果牽頭幫我們中國去處理這個越海的清本 第一可以有效地跟外資做相關的說明 第二也是透過他的經驗建立一對有效的制度 從而令到我們的國家其他機構都知道 所有東西有規矩何一 其實當時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們要想如果當時中美關係差的 照計這樣說Polson都不會老遠願意賺不賺錢的問題 如果你說當時關係很差的 他甚至乎不會願意走來幫你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而不得見到你,你倒是倒,我為何要幫你呢 幫你還要解決問題 所以如果這樣看回我們是體現了 其實當時的中美關係是相當不差的 朱鎔基總理負責這件事 也委派了王岐山 當時的王岐山也由朱鎔基總理安排他負責 找了這個Polson回來 一定要合作處理這個問題 直到他後來做了美國的財長 其實他跟我們國家很多領導人都很熟 前後他寫一本書叫Dealing with China 裡面就不只說寫這本書 他想解釋給他當時的子女聽 為何他70次來中國 幫中國都講了很多好話 因為他自己都覺得其實美國 如果對中國太多敵意的時候 是產生了很多其實是因為一些誤會 或者可能是有些刻意做出來的誤會 被扭曲的情況 他亦都肯幫我們中國講很多好話 康鎔剛才你講保爾森前財長 其實一直都有幫中國講好話 但為何我們近這幾年 好像一面倒那樣聽不到這方面的聲音呢 特朗普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看來他們在朝野之間 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無論如何見到中國現在的崛起 他們一定無論如何要打擊 再差一點的說法就是剛才陸叔所講的 就是好像蓬佩奧那樣的人之流 我認為一些根本是垃圾質素的外交演說 誰會有人這樣講 即是講到我跟李治完全是敵人到沒得再敵人了 即是根本是完全是敵人的情況 我不會跟你有任何合作 他講到基本是這樣 所以為何有些稍為有知識的知識 有識知識會罵他呢 但偏偏就是蓬佩奧這些人一道當道的時候 就令到整個朝野搞搞下這種敵視中國的聲音 已經在他們美國社會來講是有了主導權 導致到有些美國的工商界 其實他本身對中國的看法就不是那麼差 甚至乎我們見到體現 他出於對中國的商業之間的利益 他根本就不一定認同這些政治的看法 這個就是等於早一段時間 華盛頓是給了一些聲明出來就說 權益在香港的美資你很快些走 怎知那頭不說 美國商會就馬上走出來講定一套 就說我們的會員覺得香港不差 還是一個多好的營商環境 擺明刮他一巴 好了,這就印證了美國的工商界 不一定認同美國政界的看法 但現在的問題是 美國的工商界看來 他們的發聲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滯爪 這個也取決於有時都是說 網絡世界講開就講了一套理論 這套理論當它已經形成了霸佔了主流時 你一講一些不是的就可能有壓力 又怕被人挖回頭,說一下就有些忌諱去講 所以當它越來越忌諱去講 就等於越來越少人幫我們發聲 在美國本土我意思是 剛才我們講到在美國入面 由於有些商家在華有利益 幫我們中國講好說話 但會被其他被誤導 甚至主流的意見就打壓 但特朗普我想問 是否真的這樣 美國是否真的人多 或者主流的意見說了算 我想整件事我會退後一點點看 看另一件事就是美國的領導人 他們的質素上的變化 為什麼呢 美國始終是四年一任總統 如果你能夠理解的話 他們過去四十年的總統的質素變化 其實都挺大的 就是由一些你感覺上是比較相對有抱負的人 就真的變成小人不是君子 純粹是贏取到眾人的票數就可以 當你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誰投票給他 誰給你那筆錢去做你的選舉 那你看看銀行 很多銀行家或者是一些投資者 就給錢去投下去 他們才真的賭手 他們在賭桌上賭我這個人會勝出 你作為那個總統 你勝出了 譬如我當你是特朗普或者是拜登 你勝出了之後 你也要交數的 交數你怎麼交呢 你要交數 一 可以開箭 因為背後很多都是軍火箱 但是開箭大家都知道 今天這隻彈就已經死了半個地球 就不同於以前 於是你可以做的就是 我就借用剛才阿霞的例子 就是蓬佩走出來說冷戰思維那件事 一說冷戰思維 金價就飆上去千百元 誰得益呢 你覺得蓬佩奧作為一個國務卿 他不明白說這句話會影響金價嗎 那就是說背後就是那幫人 現在我預備金價上了 大家做事啦 快點入定貨 買定好 你如果誰持空倉 持淡倉 你趕快平了 平了 然後我出去說話 一出去說 砰 就上去了 賺了一塊錢 走走走 你這樣才能還錢的 總統也要還錢的 他也是借了錢來競選的 負債經驗 沒錯 那你借了錢來競選 你覺得那幫人會放過他嗎 就是說真的 那幫人不會放過他 後面那些叫銀行大坑 真的不會放得他走得多遠 美國有多遠 他走到中國 所以他既然走不掉 他就要還數 還數就是最好 你要不就有地區的地緣政治不穩 要不就有經濟上的不穩 要不就有消息上能夠刺激股價上落的東西 好讓他們能夠拿走 於是這件事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 就完全不是兩個國家的對譯 因為你用兩個國家的對譯 你已經是假設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美國總統很為他美國人 就算他怎樣假也好 也好為他美國人 喂 未必的 真的未必的 既然我們經常都在說 特朗普是一個真小人 拜登是一個偽君子 你為什麼覺得他會為美國人民的福祉 去謀福利呢 如果他不是謀福利 他先謀什麼 他謀利益 謀利益為誰謀 你自己能夠拿多少錢 他的親朋親友可以拿 你也要還數 還數那批才厲害 每個人一起入市 每個人一起去沽 每個人一起去沽 每個人一起去拋售 你想一下是怎樣的 但是市民是不知道的 為什麼呢 財富就是這幫人 想著好地地 你跟中國關係都很好 現在入籍什麼中國的概念 股線 滴滴出行 買幾手 這頭買那頭就剩下 你說中間他們沒有消息 互通嗎 我真的不相信 那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誰是最大的受害者 其實是市民 美國的股民 你去上市他就好 誰去哪個好處 官員 背後的責任 未必是官員本身的 那些官員跟他相關的 那些人 於是這件事就變成 不是兩個 你以為是白街偉康 在那裡鬥 你以為是Dunky 不是的 完全不是這回事 而是再退後兩步 其實兩個都不會消滅的 兩個都不會消失的 而是真的好像僵屍鬥人狼 那樣永遠延續下去 因為每一屆的人狼 都會想一下 我想坐下頭 於是我就要找人來 資助我坐下頭 於是我就要講臭些僵屍 那僵屍都入口為安 是要拔他出來 然後講臭他 然後想個辦法 然後還數 整件事我反過來看 我不覺得是兩個國家的博弈 又是那隻哥仔 即是他要去還數 就找我們來搞 所以如果你看 那些領袖的質素 你會看到 特別在他們競選的時候 他們對著媒體上的說話 即是從以前他們會講自己的立場 到後來是攻擊對手 到人生攻擊 到這些東西 你會越見越低 那這些越見越低的位 你怎樣做一個領袖 你是一個超級大的領袖 竟然是特朗普 你想不想像到 你想像不到特朗普 是會坐上一個總統寶座的 如果我們再看美國總統 過去這40年 你會看到一個模式 就是如果那個總統是很不制時 四年就走投了 如果他是制時的 就做八年兩屆 然後就會換黨 就不是換人 你想像一下 譬如柳露已經換了老暴鼠 他們做了十二年的 共和黨做了十二年的 然後也要換 那你會想一下 換什麼呢 實際上換背後的金主 那些金主都要輪流轉 你十二年這麼好收入 你換一班人來行不行 那大家換鄧仔 為什麼要覺得總統就是 所有權力集中的人呢 你不覺得他背後 應該還有其他人嗎 大把人是不出聲的 大把人是不出面子的 那些人不是更有權力嗎 如果我們與其要看著 那間大公司的CEO 你不如想一下背後的那群金主 他們才真是華視人 而這群金主很明顯是 但是我把你抬出來 你沒理由不幫我做些事情 那你乖乖地做些事情吧 如果不是下一個 聽到剛才Dr.Laymond 你剛才這樣的分析 我反而有這樣的觀察 其實美國兩黨 對中國的指責 就成為了衡量他們 美國政黨政治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但現在的觀察 美國習慣跟自己的立場角度 去定義中國的事務 中國如果不按照美國的意思行使 就從美國看來 就是破壞了西方的承諾 這是一種逆向思維 我又補充一下 因為如果講開 剛才陸叔說的 美國要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 從他們官方的發言溝通 你都了解到 其實他們的確是用這種思維去思考 美國政府或美國政界的角度 就是我們這套世界都應該 跟我們這套標準去行的 你就跟我們這套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跟我的話 我馬上將你打入冷宮也好 或者將你變成一個好像疑慮 現在中國 現在中國 他們認為中國沒有跟我們美國這套標準 卻自己令他勞造 這十幾二十年 就是經過了這麼多的經濟改革之後 爬起來 而變成威脅到我自己 即威脅到美國自身 現在為何要演變這套所謂政治的角度 就是他現在埋身了 以前可以說他 他還跟我們有一段距離 他說現在不是 現在他已經用他自己的一套 不跟我的辦法自己另起路做 還要埋著來做阿爾 在這個情況來說 他們會很顧忌 排在他後面的第二 會不會衝上來 就將他這個美國的一哥地位殺低 其實我們中國 我們看回我們所有的外交的 所有的言辭去講 都再三三零五身 我們只是選一套 用自己適合自己的方式去發展 等於習主席都說 喂 合不合著是你那個人自己才知道 我們都不是說要你去跟我們那套 總之中國就用一套自己的 適合自己的模式 你不需要你我自己的發展 我們是和平的發展 跟別人多交朋友 就是多邊主義 但是偏偏是美國就不是這樣看 即是如果說得再直白些 就是為我獨尊我那套才對 你不跟 這樣就行了 即你是二類 你二類都算 現在你爬起來 還要威脅到我 現在的政治正確 就是用盡一切辦法 打低你這個 即已經是跟隨後面的第二 就不讓你再繼續發展下去 又特朗普去到現在拜登 某程度上很多人都說 拜登這麼老做不到些什麼 開始老夢懂了 那些 也有人說 我自己的角度就覺得 因為他是外交出身的 我經常都說他是外交高手 那你想像一下 一個老了的外交高手 會做什麼呢 當然他的能力可能 真的會有些下降 就是體力的筆計 諸如此類 但是他擺平這麼多方勢力的能力 應該還在 這個合理 因為找拜登出來 原因是特朗普勒著太多火頭 而這些火頭背後的利益 當他失衡的時候 你需要找一個 一個話事人出來 他不是太過鋒膜 但是他能夠擺平各個山頭的一些 爭取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他 由特朗普一直到今天 今天經常都說有新疆 有數源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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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程度上是炒消息 如果這個炒消息的想法是真的 他就不打算打 只不過是想想掠水 問題就是掠得多少 因為他要把所有的錢 如果他掠不到錢的話 是減不上 真的想打的 其實可能是希拉莉 幸好他不中 我認為希拉莉是遠遠 當時的人都說 學取其輕才選拜登 特朗普和希拉莉選的時候 都是說 特朗普就是以後取其輕 大家都實在太害怕 他那種陰濕的感覺 那我反而覺得像會打 這個是不會 反過來他明白 你再放在不平政壇裡面 美國背後的 那些紛云的問題 他自己都在內面臨 裡面自己臨當都死 都不用對不對中國 剛才各位嘉賓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中美之間的博弈 我們意識到以往 中國和美國有蜜月期 開始現在沒有那麼朋友 也一直下來有些貿易戰 甚至乎有些制裁等等 其實現在中美關係到哪個階段 我覺得如果我們看美國對我們中國出招演變 我們看一看 特朗普時期他強調是貿易戰 現在我覺得拜登上場之後 他就有少少套路改變了 你留意到他對貿易戰那樣東西 他不是好在突出強調 甚至不是特別搞這件事 他擺在那裡 反而拜登是強調脫勾 Decoupling 即是盡量和中國脫勾 他是用這種方式 這個方式體現了什麼呢 第一,例如我開始對你有更多 某種程度的審查 你那些人員之間的來往我開始做關卡 當然特朗普那個時代都有 現在他都繼續做 但他可能會加重落藥在這些方面 還有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就呼應Dr.Raymond說 拜登就是因為如果拜登本身 就是一個有能力去擺平很多人 跟別人很多去做些協商溝通擺平 他這一套不單止用在他國內 他這一套還同時間用在整個國際層面 現在拜登的做法跟特朗普不同的地方 就是已經演變到這個新階段 特朗普單拖隻抽 因為他身邊沒有盟友 他得罪了所有盟友 即他基本上是對於過去傳統的 跟美國的盟友他都開他們一刀 例如說對各國的世界各國 甚至南韓那些 平時跟開他美國走 但他都會在背後開他們的刀 即特朗普是一個這樣的人 得罪了全世界 導致他是單邊主義的方式去對付中國 這是特朗普的處理方式 現在拜登的處理方式就是 重新重建跟盟友之間的關係 拉攏他們合起來圍堵中國 所以他所謂跟中國脫勾那種做法 他不單止自己做 他還要聯合其他人一起做 有人以為就說 以前特朗普那種明刀明槍跟你搞物業戰都很傷 但我又覺得要小心 特朗普那種都是很麻煩 但現在拜登你都不要看少 今集我們都講了不少中美之間的博弈或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這麼多嘉賓 中美關係是否真的那麼水火不容 我覺得這一刻看起來是很水火不容 從表面看來 但我都比較相信 其實應該都是大家還是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但最重要就是說管控好那個分歧 這個都是我們國家希望做到的 就是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不是想著去搶奪它那個位置 我們只是做自己的事而已 但關鍵就是說 怎樣大家之間有個相處在裡面 以及怎樣管控好那個分歧 我覺得這一點都比較重要 我用兩句說話來概括 謀事在人 誠事在天 中美關係出現了近年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現象 這是事實來的 從長遠兩國之間的關係 但是可不可以能夠之間互相有商有量 有商有量、有談有談 我覺得應該存在這個必要 而事實上也都有這個基礎 相信只要在這個基礎上面 大家都共同一致的目標 希望大家在這方面 能够呼吁大家过去的正常法律关联 我想我会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虽然表面上好像水火不洋 但是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做实事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很横皮的小蚊子 经常有借机会赚好处 他们要到某一天明白这个世界 中国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永远都在 永远大家都在的时候 你要想个很好的方法去互相相处 而这一天今天还未来临 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水火不洋 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他们会明白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中美关系开始以为大家是朋友 去到发展成竞争的关系 现在还开始叫警交 吓到你死我 结果最后谁也离不开谁 今集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周星期再见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机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呢? 好